欢迎收看平凡料理 大家好 我是王小光 分享一下网络热门迷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说了牛油果主题的平凡料理 但是其实牛油果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它是牛油果和鸡腿肉炒在一起 它的名字叫做炒鸡牛油果 这显然是一个对口型 因为录的这个时候 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名字 食材首先是鸡腿肉 鸡腿肉如果你做过农鞋煎鸡腿的话 应该比较熟了 就是这是一个可以直接买到的去骨鸡腿肉 这样一种食材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买鸡腿 带骨的鸡腿 然后自己把骨头拆掉 很多朋友都已经试过了 不难 而且整个过程好像很舒适 很满足 可以完整的取出一个骨头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 不是整块的去煎它 而是要把它切碎来料理 切成一口大小 然后用盐 胡椒和一些玉米淀粉 稍微的给它腌制一下 就是把它拌匀就可以了 牛油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最近牛油果变得便宜了 而且在电商买的牛油果 经常就是直接可以吃的 如果你不确定怎么样 牛油果是可以吃的话 你可以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这个软硬度 这个软硬度感受一下 是不是一种进化的悲剧 去掉糊 去掉皮 然后切成均匀的方块 既然是这个蘸面汁 蘸面汁它的名字 其实就是这个叫 刺优 这两个字念 刺优 它相当于是酱油 糖 还有一些类似高汤的东西 放在里面 调好味道的一种调味汁 蕎麦面的蘸面汁 蘸着它吃 日本的这种家常料理 它用到的调味料 就那几种 所以大家慢慢就发现 你经常要用什么酱油 加味淋 再加酒 慢慢的调出来的味道 好像就是刺优的味道 所以慢慢的刺优 现在就变成很主流的一种 偷懒用的一个调味料 网上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随便买吧 这是我这一大盒是我们之前在日本买的 今天还会用到一个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之前也在平安料理里面出现过 它是一个 对我们用的是这个东京买的一个柚子胡椒 快要吃完了 入门的话 你买这种柚子胡椒 已经可以体会到这个味道了 它跟鸡肉很搭 今天我们会用到一些 开一个这么大的火吧 算是中火 小到中火 不要太大 做过农鞋煎鸡腿 朋友都知道 这个鸡腿肉是自己煎自己的 你看 这些都是油 这些都是油 一会儿都是出油的 所以说 不用放油 放里扔就行 应该是不会粘锅的 因为它会出油 所以如果你担心 它会捏你的锅底的话 你也可以先喷一点油 或者先浇一层薄薄的油 那它肯定是会出油的 你如果不想这样一块块儿翻的 你也可以这样 做出来以后 它其实就很像 枝酒屋的那种烤串 烧鸟店的烤串的 那个鸡肉的味道 翻来翻去 每一面都煎的稍微有一点点焦 那个时候就好了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如果说它出的油多 那就用一个厨房纸的 用筷子把它油都吃掉 今天这个其实油不多了 所以说 这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让它一下子炒干 差不多这个量 这样拌也可以的 但是你这样 你如果经常去拌的话 就小心不要把牛肉粿拌的太烂了 也不要切的太小 因为你看牛肉粿在炒一过程中 它自然就是会糊在旁边一些 所以说如果你切太碎的话 它一会儿就没了 所以牛肉粿下去也不用炒太久 就是让它所有东西都混匀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起锅就去上菜了 应该是不用加盐 但是你可以尝一块儿 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 这时候加盐加胡椒 如果喜欢最后有一些生胡椒 那我就加一些黑胡椒上去 盐色也好 它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这都是很自由的 可以调味 但是基本上到这个情况就已经好了 拌匀就好了 不用过多的去加热 先去块鸡 咸蛋非常合适 咸蛋非常合适 大家不要放太多盐 牛肉粿 有人知道美食博主说 入口即化要罚多少钱吗 我愿意为这个罚款 因为它就是入口即化 我只能说入口即化 牛肉粿的口碗大家都知道 但是现在又加热过 又拌上了一层鸡腿肉吸出的油 入口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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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肉炒牛油果 我看到图的时候 我是完全可以想象它的味道的 因为这两个食材我很熟 然后放的所有的调味料 我也很熟 我完全不难想象它什么味道 但是当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今天是我第二次做这个菜 我上次做完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原来比想象中是更好吃的 除了刚才说不停重复入口即化 牛油果的口感之外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它很像我第一次吃到牛油果 因为我第一次吃牛油果是在一个烧鸟店里面吃的一个烤串 烤过的牛油果 就在家里面很轻松就可以做出一种居酒屋 一种烧鸟店的那种味道来 我觉得烧鸟店也不够如此 有一种这种感受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牛油果确实它跟其他你说你加一点土豆进去可能还不一样 因为牛油果它是软 然后你炒一半 它上面的外面就开始脱落 就粘到鸡肉上了 给鸡肉增加一个口感 那自己自身沾上油脂以后 沾上我们炒的这个 醋油和那个柚子胡椒的味道以后 它又有了烧鸟店那种味道 所以 对就是 我要说一个在文案接会罚款的词 就是相得益彰 对 所以真的推荐大家试一试 尤其是在这个炎热夏天的晚上 我觉得来一个这个配上啤酒 真的是烧鸟店不过如此 真的烧鸟店不过如此 炎烧鸟店不过如此